肚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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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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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找我 找我 你為什麼要說我癡 不是說你癡 我說泰文 你叫什麼名字 小姐 我叫其田 不是肥田嗎 其田 泰國湯 吳慧聰 除了變態變到長居泰國 做泰國人 回到香港都一樣喜歡去到九龍城 吃盡泰芝味 這次他帶著餵食妹妹祈田 一起沖遊九龍城 吃到便肥田 想吃最正宗的泰南風味 就要去到成南道 這間泰國菜館 我見到這間店 由老闆的員工 都是泰國人保證 一定是地道和不是Fusion 是真正的泰國 這裏的老闆娘除了做得一手好泰國菜之外 又好像這一味 雖然泰國也有一塊 但不是很多人可以吃 是把一些糯米飯 剷在雞肉 雞腿裡面 店鋪更由一間變兩間 激烈心很入味 因為它的雞油和雞翅膀 進入糯米裡 可以粒粒都很好吃 而且老闆娘還終身不嫁 醉心煮食 更養活了整個家族 令人相當敬佩 看久一點 至於這間餐廳 位置雖然隱蔽 不過泰式甜品就相當出色 絕對不是來貨 你看到我雙眼發光 不如打個燈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還有為什麼會是好吃 甜品當然好吃 但不要忘記 泰國人喜歡吃甜 很多時候甜品是超甜的 但這個剛剛好 適可而止 剛剛好 不會是好甜 南瓜不需要在Halloween才可以吃 平時來九龍城都吃 南瓜布甸是泰式的一種傳統甜品 雖然叫做布甸 但跟西方的布甸有一點不同 因為裡面是蛋 這個吃下去很清甜 但又不是吃糖 很甜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大不大 大 還不死 不死 吃完才死 不過說到最愛的香港味道 Roger當然最想念港式茶餐廳 所以今天來到九龍城 九龍城 九龍城的人只吃太多 其實香港地理茶餐廳 都可以吃 好像這家店 我最喜歡的粟米肉飯 而這裡的粟米肉飯 它用的這個芡 其實不是一般茶餐廳所做的 但一般茶餐廳用粟米湯去做 但這裡用的是自己煮的忌天湯 用自己煮的忌天湯 所以吃下去 感覺有點像粟米肉粒飯 又像白汁雞肉飯 可以說兩種混合體 除了粟米肉粒飯 炒滑蛋 蛋摺都是名物 而要做出這個滑溜的質感 師傅原來用了三種不同的雞蛋混合 難怪味道可以與別不同 雞蛋味很濃 香很滑 因為它用了三種雞蛋 三種不同的雞蛋 對,三種不同的雞蛋 是一個混蛋 嗯 但是粉袋也是值得的 嗯 嘩 你為什麼可以每次一口都吃得出來 因為口大 這樣一口吃下去 就可以把所有的味道和味道 湧現爆發出來 但是,落到那個味蕾和喉嚨釘之間 就彈回到大腦的神經 告訴你我好吃 哈哈 那雙米肉粒飯的泰文怎麼說呢 雙米肉粒飯沒有泰文 因為泰國沒有耶 但我反而知道 香港叫做蘇米肉粒 阿萊迪 阿萊迪真是好吃 但這些當然不是阿萊迪 這些很大 什麼這麼大呢 阿萊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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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怎麼說 什麼意思呢 真是好吃到死呀 還不死 哈哈哈哈